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收盘的时候这15分钟是不是细了哗啦就下来了 感觉上是那肯定跌幅都超过2% 美金显示出强硬 英镑 欧元 加拿大元都在跌 所以这是再次回到了一种动荡的 就是在金融市场中回到了一种很动荡的一种氛围 一种环境 那中国的经济不好 这个中国的经济指数已经出来了 星期五公布了一些 今天公布了一些经济指数 再次证明中国经济出一种衰败的一种下行的环境中 那如果美国股市 美国金融系统中 在遭遇到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冲撞的时候 那我不知道中国能有多大抗争力 他自己已经公布将把汽车 美国汽车进口关税的将给消没了 大概恢复到15% 恢复到15% 而川普在这个 他的推文中不太接受15%的说法 他认为15%还是太高 我看到他的推文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复杂 非常混乱的一种场面 非常复杂 非常混乱的场面 结果大概在今天中午的时候一点多 一点多是两点多 加拿大的外长跟加拿大国防部长 乘飞机到了华盛顿DC 找到了华盛顿的美国的国务卿和美国的国防部长 四个人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 那他触及到内容就是 有关两个加拿大人被这个中共给抓了 触及到这个问题 那现在的状况是其中一个加拿大人 领事已经就是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馆的 已经提供了教师们领事协助 而且也见到了这个人 但是另外那个人没有见到 第一个外交官有见到 第二个生意人没有见到 这是我们看到场面 但是这个加拿大总理出斗 我们叫有人叫土豆 叫他土豆 出斗在昨天的这个电视新闻中采访中 明确表示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对中共的做法 对习近平的做法根本不能接受 所以昨天提出抗议 今天加拿大外长跟国防部长飞到美国 同等一起发表这个新闻发布会 四个人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都有发言 他表现出呢 当时出斗是这么讲的 加拿大总理昨天讲说 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中美之间的两大国的这种贸易争端 那如果把加拿大 加拿大遭其祸害的话 那是对加拿大的不公平 加拿大不公平 加拿大的不公众 所以在这个单一的事件中 习近平一直想把事件 就是对待加拿大的概念 跟对待美国概念完全分开 对加拿大以极其粗野的方式 和他曾经成功的方式 进行野蛮的纯中共式的做法 而对美国完全是以跪求跪倒的方式 祈求 那今天呢 美加联手在一起 美加联手在一起 那加拿大找上门去 那你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我加拿大人被抓了 而被抓得毫无理由 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美国的国防部长 跟美国的国务卿 正式召开记者会发表声明 中共抓捕两名加拿大人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要求立即放人 那这剩下就要 按中共自己来回答了 习近平自己来回答 怎么办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时间里 因为他出现的状况是 两国的国务 两国的国防部长 同时也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 牵扯到国家安全问题 牵扯到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问题 当他们联手去发表声明的时候 他们把中共 把这件事情 作为中共直接威胁 美加两国的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保障问题 他的概念 他的记者会的形式就是这样 所以是一个突发式的新闻 加拿大人是在华为 孟晚舟被抓捕之后发生的 这是一种政治报复 路透社来自于华盛顿跟沃泰华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在星期五今天 在谈到直接表达说 中国应该释放两个加拿大人 这是 这是我们 而这两个加拿大人是因为 加拿大抓捕了孟晚舟 按照美国的提出的引渡要求 和提出的协定要求的背景之下 抓捕了这个孟晚舟之后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是美国国务卿 美国政府首次直接的表达 首次直接的表达 美国国务卿直接在新闻发布会上 讲出了这样的事情 而新闻发布会是美国跟加拿大联合举行的 那他的表达是美国政府中 高级官员中首次有关 首次有关加拿大人被抓 做出了明确的表达 而加拿大总理也明确讲说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上的 这种纠纷贸易上的冲突 造成了加拿大是一个受害者 美国国务卿讲说 这种非法的对两个加拿大公民的抓捕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这是非常强硬的做法 这有一个这种非法的抓捕 所以这是完全不接受中共的表态 不接受中共的说法 但是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概念中 对加拿大做法是来自于习近平的 那如果国务卿这么表达的话 很显然如果在美国跟加拿大的司法体制 体制中是三权分立的 法律的问题就是法律的问题 而中共的宣传中和文化中 和他的中共党文化中 和对老百姓的教育中 和这种爱国主义的宣传中 完全把它是混淆的 永远是用权力的道理 强奸的说法 侮辱的说法 去表示现在这种事情 而这种说法又被很多所谓的国民所接受 因为他们是生活在一种丛林法则的氛围中 所以他不接受三权分立 根本不能够真正理解这种法律跟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当这种情况持续发生的话 有道理看到说 中共的做法将逼迫 美国跟加拿大不得不以政治的手段 去面对今天中共蛮横的做法 他同样可以把这两个加拿大人被抓的case 把孟晚舟的case当成法律的case 但是呢 把对两个加拿大人的抓捕 当成一种政治的报复 一种邪恶的做法 他会针对那两个人被抓捕 来施加国家力量 那习近平该怎么办 所以这是我们就说 在中共的体制当中 他没有生命认识时 没有生命的尊严理念时 他自然表现出来的做法 却被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不能接受 被人们唾弃 被正常的社会中一定会强力的反击 而在孟晚舟被抓这件事情 已经促成了包括英国 日本 现在包括德国 都在针对华为 采取严厉的手法 在日本表现非常冲突 他在民间的各大团体 跟这个企业中 都开始直接排弃这个华为的作品 华为的产品 而这种排弃的概念呢 却跟中共力保孟晚舟 不被引渡的做法直接相关 谁都不会跟畜生睡在一个床上的 谁都不会跟高级动物 来共诊同眠的 而中共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它已经完全被寝视在一种高级动物的生命理念中 它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认为去做事情 所以就是一副古巴雪茄的概念 就是找抽的人 找抽的家伙 找抽的东西 就像川普在打 打得习近平没招的时候 等到了布宜诺斯艾里斯的时候 习近平自己坐那 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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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 干了45分钟 我的节目要说45分钟 大家都觉得烦 涛哥你说短点 别说那么长 那么多人开会 一边九个人 他坐那 咔咔咔咔咔 干了45分钟 全都交了枪了 把最反共的纳瓦罗都给说啥 说哥们儿我没做错 昨天晚上你吃了什么 没啊这是 啊你吃什么 中毒了 怎么怎么 我来了整个废了 他把纳瓦罗给废了 纳瓦罗在贸易谈判 在当时川西峰会上去过去打架的 他就是打架的 他没打成 这架没法打了 就这么回事 那你非要等那天发生吗 你算怂到怂到奶奶家 怂到蛋了 这事就这么回事 他那头扔着 他减转的气不气 他牛脸弄美国人 弄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挺绝 我惹不起你 我把美国拉上 那到那很简单 这事是你招 你把这事给顶了 那美国人也挺 so far到现在挺举起 是这事 我顶就顶了 就给顶成这样 好 顶成这样 那这是完全不能 这种非法的抓捕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这是当时在记者会上 跟美国 在华盛顿 跟加拿大的外长举行会谈时 明确讲的 而且他讲说 他们必须释放 回就是还给 释放这两个加拿大人 我们要求 这地球上所有的国家 都应该要非常负责任的 公正的 去对待所有的国民 所有各个国家的国民 那这个说法 就是把中共作为强盗 作为野蛮人来描绘的 人家没说 你没骂你是 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 人家没骂 直接骂你孙子 人家直接说 你是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 如果说的绝点 叫大儿媳妇大肚子 装大孙子 是不是 这就是拐着弯说的 所以你是一个野蛮的人 其实是 在我眼睛里就是这个了 这英文的啊 你以人为准 我不一定 我这英文不好 我没知识 那加拿大的官员呢 讲星期五的时候 就也明确讲说 他已经 就是加拿大的 驻中国的大使馆 已经会见了 其中一个被抓的人 而另外一个呢 还没有联系上 依然在联系 这是加拿大外长说的 那中国呢 抓了两个加拿大人 他就讲 这两个加拿大人 在加拿大 为美国抓捕了 这个孟晚舟之后 然后他讲说 美国为什么要抓孟晚舟 就把他的 有关那个case 又说了一遍 和孟晚舟 然后就提到说 作为这个 这件事情本身 川普曾经说过 在今这个星期 说如果 在贸易谈判上 中美贸易谈判上 如果有什么 有什么事情的话 他愿意介入这个案子 这个说法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说法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这是川普谈话的风格 说法的风格 他只要没有正式介入的话 你不能说他就是干预司法 但他没有接受 而美国的司法部呢 明确讲说 总统的话 我们是不接受的 我们也不会听总统的 司法部的工作是独立的 而这种言论 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中共的概念 就是说一切听党的话 八千万党员 全是傻瓜 缺心眼 没有头脑 只有一个人有思想 叫习近平思想 你说那八千个党员 八千万党员是人吗 是人吗 你自己回答 对吧 你甘心被习近平 从思想的角度来讲 强奸 然后你在这里谈人权 你都不是人了 你谈什么人权 你都被他强奸了 你算怎么回事 你甘心被强奸 因为你喊着口号 是坚决的拥护的 一定的围绕的 你是什么东西 这是很有趣的一种概念 加拿大的外长 在刚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全都同意 我们都就是 每家双方同意一个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概念 就是一定尊重司法独立 一切都尊重司法独立 以最大的 以完全确定的一个概念 作为孟晚舟 她说孟女士 她的权力将绝对获得保障 而且她的权力一定是按照 目前的司法程序的角度来讲 来处理 那没有任何政治的因素 所以针对孟晚舟的事情 其实在我眼睛里 这种闹法将促使美国 很可能在第一时间 最快的时间 去把孟晚舟弄走 就是作为每家双方 他们同样联手在一起 把两个加拿大人的被抓 跟孟晚舟的事件隔开 孟晚舟我非得要她 而那两个人被抓 当成政治事件处理 是中共的野蛮 那现在看来 就是这个含义 是有这个含义在其中 加拿大总理初斗 她的最 针对这件事情的 这个最 最强烈的评价 就是两个字 绝对不能接受 绝对不能接受 但加拿大总理呢 说话呢 共产党不听 所以她就拒绝了 加拿大坚持政府 根本就没有 不介入司法 她拒绝这种说法 而且呢 一定要要求呢 释放这个孟晚辉 所以中共要孟晚辉 欺负加拿大 加拿大实在惹不起 找了美国人 美国人出头说话 现在看来就这么回事 可能反而促使孟晚舟 在第一时间里 会被引渡到美国 适得其反 在当时出头 在这个 在多伦多 跟多伦多市电视台市讲说 美国跟中国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 经济国之间 在出现状况的时候 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那这种相互打斗的过程中 那你不能把加拿大加进去 不能把加拿大加进去 大概讲的是这么个含义 他同样在讲的整个国际 在整个国际的 在整个国际经济的 现实的环境中 作为加拿大本身 不愿意加在你们之间的冲突中 会造成 给加拿大再造成一种 不可预测的 而且全方位的 这种冲突 和不可预测的未来 这种动荡的过去 可能是这个英文上 人家这是这么说的 我看的是这么说的 有欠缺 有欠缺 卢沙叶 就是刚才说的 中共驻加拿大的大使 他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 发表文章 在谈论有关孟晚舟的事情 他把它上称为政治事件 但是呢 在有关这一次的新发布会 出头的事情的时候 他自己不敢说了 他自己完全不敢说了 那就是美国人表态之后 那叫陆沙叶 他自己不太敢说话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新的评价 所以应该是美加联手 针对中共的做法 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那是政治的手法 对国民的对世界国民的伤害 就是中共的做法 对世界国民的伤害 那孟晚舟的事情 是孟晚舟的事情 那从道理上角度上说呢 美国插手将有可能促使 加快孟晚舟被引渡 让今天的习近平 适得其法 周末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